中國跟俄國也在西太平洋舉行了 聯合戰略巡航 轟炸機互相降落到對方的機場 顯然他們彼此要繼續手牽手 當盟友會繼續走下去 以往來講中俄之間是沒有軍事同盟的 他不像美國日本美國菲律賓 這些他們傳統上有軍事同盟條約 或者是美國北約 那中國和俄羅斯他以往都強調 只是戰略夥伴關係 從來不會做軍事同盟 但是你看到這幾天王毅跳出來 或者是說中國的這些外事部門跳出來 非常高興 為什麼 歐洲的高官來找他們 美國的拜登來找他們 為什麼 是要求他們去勸勸普丁 你不要去使用核子武器 所以變讓中國得竅了 就是說因為拿到一個籌碼了 這個籌碼就是說 原來大家都很害怕普丁采用核子武器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知道你的弱點在哪裡了 現在巴不得 就中俄之間緊密加強他的關係 你這樣西方國家會更怕 所以你知道嗎 其實從去年開始 他們就開始在展開這種所謂的 聯合巡航的一個任務 這是從來以前來講的話 當然有在公海 有在專屬經濟區做這件事情 但是去年從10月開始 中俄兩國的軍機就開始互相進入到 雙方的領空當中了 那這一次做得更過火 這一次直接就是說 讓他們的轟炸機能夠降落在對方的機場跑道 那這也是首次第一次 所以看得出來 中俄之間已經在開始嘗試一種 就是所謂的準軍事同盟關係 我剛剛提到他們沒有軍事同盟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要進入到一個 準軍事同盟關係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開始思考說我怎麼去學習西方 比如說你看日本 日本跟英國 日本跟澳洲 日本跟印度還有什麼 他們都簽訂軍事準入協定 你可以用我的港口 我可以用你的港口 那等於是一個結盟的概念 那現在中俄發現到說 我現在你看到他最近來講的話 中國軍機比較少聽到說 什麼騷擾我們西南空益 當然還是有 但是他們現在最近騷擾比較多哪裡 就是日本跟韓國 他們刻意地去用中俄的聯合演習去騷擾 去進入到這個韓國的這個 航空識別區 甚至進入到韓國的領空 所以韓國他現在也是出動F-15 等等之類去應對他 那這一次俄羅斯出動的是F-95 還有這個中國出動的是F-6 各自在各自的這個轟炸 這個所謂的機場跑道 機場基地能夠降落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假設如果有一天 俄羅斯的機場被轟炸的時候 他可以隨時跑到中國的機場來使用 中國也一樣 中國如果受到西方國家的轟炸的時候 他也可以跑到俄羅斯的機場使用 相互備援 這個就是建立的那種準軍事同門的關係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小看這個東西 因為中俄之間開始 從去年10月開始 他們的 不是繞日本的這個整個列島嗎 還有穿過他什麼清津海峽 大魚海峽 這些都是第一次 那現在來講的話 相互使用機場跑道也是第一次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表面上習近平答應西方國家說 好啦我不會去協助這個俄羅斯 剛剛任俊有報告過了 就是說他現在用那種運輸機 然後私底下到底是放晶片還是放賣片 我們也不曉得 那現在來講的話 私底下還是有些小動作不斷 那在大動作方面來講的話 從軍事的合作的演習 然後去威嚇南韓 而且特別他又挑釁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很少聽到說 中國跟南韓什麼領土糾紛吧 事實上是有的 是有一個叫蘇岩島的 蘇岩礁的這個領土糾紛 結果他中國也刻意用軍機去 繞到那個蘇岩礁的上空 也就是故意在挑釁 那為什麼挑釁呢 因為你現在的韓國整個政府 是倒向美國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故意在挑釁你 故意來刻意看你們美韓之間 到底能夠堅強到哪裡去 所以這其實就是 中俄之間在遠東地區 他們結盟來故意挑釁 西方國家的一種作為